大家好來我們來看一下再看一下按右鍵 按右鍵 按右鍵呢第一個插入這邊來 同一層按lent 下一層insert 那這又回上一層這兩個不太需要用了 那註解也可以加註解來 那什麼是做Ctrl以後尾 來按右鍵插入我加註解 有看到註解嗎 註解就要不要加個什麼簡單的提醒 好來把它刪掉 讓它畫面有更活潑 再來插入這邊的什麼關聯線 打個比方 老師這個點衝動速度快 跟這個有關係 哦我想加按右鍵插入什麼 關聯線 這是一條線了 我就把它拉到哪裡 拉到這個來點一下 那這邊就有兩個黃色這個bar 調整鈕可以拉 我想跟他講 其實這兩個還是有關聯的 來我再做一次哦 等一下呢 這個跟這個有關係 來移到這裡 按右鍵插入這個功能叫做關聯線 那就是要連哪裡 我要連這裡 點開來 點開來以後呢 這邊有兩個黃色的菱形可以讓你拖曳 不要去蓋到人家了 簡單來說就調整線的一個曲度 你可以去調整線的曲度 哦這就叫做關聯線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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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